九十、楚天都市報 小區水泵閒置不用二百羽戶居民鬧水荒 2015年7月18日現場零六楚天都市報信 記者劉孝斌,每天都是凌晨2點內水 半夜菜冷洗澡,生活嚴重受影響 昨日,武昌梁道街白土堂小區的居民新先生反映 從春節之後,小區四樓以上二百多戶居民用水難 昨日上午,楚天都市報記者在小區走訪後獲釋 該小區共有四棟樓,每棟均衛八層 共四百三十六戶居民,一至三層自來水供給充足 四至六層水量不大,七層和八層白天都沒有水 小區奔房大門上鎖 記者透過破碎的窗戶看到機器上落門尿灰塵 門口牆上寫有一排字 2008至2009年停用 記者致電武漢水母集團 工作人員說 這一大多為老舊小區,缺乏二次供水設施 高層水壓不夠,只有讓泵房運轉才能解決問題 梁道介英子路社區區區委會工作人員高數記者 早在2009年,該小區就實現了一會一表 但因管理不善,泵房用電欠費等原因 泵房停用 起初,在水母集團提供的供水壓力下 四層以上住戶沒受太大影響 但近年來,附近樓房和商業機構越來越多 高峰時期高層用水問題得險 該工作人員稱 社區組織居民代表召開了座談會 以將白土塘小區居民用水難問題上報到 武昌區政府,爭取盡快解決 掃取盡快操作資訊